西洋奔派投手 背後Future Hall 周泰先生 我覺得投手真的不是那麼好當 我投一個人刺還是兩個人刺 一下來就投暈暈了 因為兒子在上面 然後是想投給他看 因為他說 爸爸我從來沒有看過你當投手 每次你都說郭曉 你是個王牌投手 然後為什麼你都沒有在值班上投過 因為我剛剛上陣那些小圈 應該很驕傲的說 你看爸爸多強吧 這些小朋友真的非常的活潑 然後他們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想法 然後真的是新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會再從中間 如何去取悅這些老人家 甚至模仿每一個前輩的一些動作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好玩 可以遇到前輩們 跟他們通常較勁 跨時代的對決真的是還蠻不錯 蠻新鮮的 我想說怎麼會 我也會站在這個舞台上 跟他們一起較勁 有沒有 太意外了 那真的是就是 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 因為 畢竟都用反打 畢竟我國小的時候也是右打 因緣機會下才打出這支2010 他都那麼說 有練有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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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定位有餐 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公會前的這個傳統的連續下去 希望就是說大家彼此的不要奔憐我 其實很感動 就是前輩們 來我們這裡跟我們談話的時候 然後那種就是那個傳承下去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真的是 到這個大家庭 我覺得 我感到非常幸福 然後 就是有那麼多學長可以幫我們 而且我們又是一個年輕的球隊 當然就可以想到 過去的那個時光嘛 三連霸的時光 然後 現在大家當然身材都走樣了 不在於像以前年輕小伙子 大家都還有幾塊肌 那這次在一次聚會 那我們都稱為它是一個同樂會 同學會 對 非常開心 又再一次看到他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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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